朋友们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的研究员 同时也是龙兴中科的董事长胡威武他说 国产芯片在2027年左右就会有较大进步与突破 到达2030年的时候 我们就会处于领先行列并取得根本环节 为什么要把这一个人给他说出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科学院在中国的地位非常之厉害 他是全世界所有的大学和机构当中 每年发布论文最多的机构没有质疑 所以说这样一个机构的研究员 他对发布的说法应该是权威的棒 同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龙兴中科的董事长 也就是对于这样一个人 既有非常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理论功底 也有非常熟人的技术功底 而且他的专业领域正是芯片 所以说他说的话我个人认为 比中国任何一个人说的话都更加权威 更加可信 什么叫做2027年取得较大进步 咱们是2023年 现在咱们已经出现了7纳米的5G芯片 这在我们科学家的眼中看起来 还不算较大进步与突破 那是因为咱们的前面还有人家的台积电 还有人家的三星 还有人家的英特尔 人家可以做到3纳米和4纳米级别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所谓的较大突破与进展 就是赶上现在世界最发达的水平 也就是要做到3纳米或者4纳米级别 才叫做重大突破与进步 而说到2030年实现领先 这就更加令人振奋了 我们都知道现在到2027年左右的时候 包括台积电 包括三星及美国都声称 能做到1.4到1.8纳米左右 做到1.411的8纳米 咱们如果取得领先就是 一定会超越它们在2027年 或者2030年的水平 那就是咱们应该也会做到1纳米左右 甚至无论它们做到如何 我们都会至少和它们评级 甚至是处于完全领先 大家去想一想 到底振奋还是不振奋 而且根本环节就是 不存在技术工艺的问题 因为从你能研究出来 到你能制造出来 这里面 你有些时候不计成本 也能制造非常高级的芯片 但是它不能够满足商用 它成本很高 良率很低 那也不行 根本环节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光理论技术达到 而且我的商用也能达到 我能满足自己所要求的 高端芯片的制造量 理论也有突破 制造也有突破 这就叫做根本环节与技术领先 那就在2030年 朋友们 其实我个人认为 这个时间大概率会提前 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中国人一向比较低调内敛 中国人比较谦虚 有十成的把握 通常只会说八成 举个例子 我之前在台湾的公司工作的时候 我有一个师傅 刚毕业进入公司 什么也不会 当然会有师傅带你了 当时我在去向人家做一个 生产订单的交货量 作为做一个承诺给人家 结果呢 我屡次的师傅教导 不要去告诉你能做这么多 抓个七八成就行啊 给自己留个两三成的缓冲 当时我根据我手上的材料 以及所有的教寻 我认为我能做这么多 我就报给人家 怎么很实在吗 屡次被我师傅教导 不要教这么多 你最多只能告诉人家 八成的可能性 所以后来我就学聪明了 一般讲 如果我能做10K 我就说我只能做8K 在万般逼迫之下 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能做9K 我至少给自己会留下一成的 这种空间 会出现意外啊 是不是 所以说啊 朋友们 你想当时我在台湾的企业 那时候到的文化告诉我就应该如此 你说咱们的科学院的这些研究员 也是从事技术的 他说的话难道不会有办法吗 肯定会有 自我个人可能会在2028年 或者2029年的时候 咱们就能够取得领先了 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权威的人士 既有联论功敌 又有科技功敌 第二 同样是让你回我 他在9月1号的时候 说了另外一个让人家十分振奋的话 那就是咱们中国走的技术路线 与西方不一样 9月1日 胡威武在2023年半年度的业绩说明会上是这样说的 他说破解卡脖子问题 要基于自主IP的芯片设计 自主工艺的芯片生产 自主指令系统的软件生态 构建独立于X86体系和ARM体系的新型信息技术体系 大白话什么意思 那就是你美国有你自己的生态系统 你这套生态系统基于你自己的理论架构 基于你自己的生产工艺 基于你自己的软件系统 咱中国不采用你这一套 我的理论架构设计与你不一样 我的生产工艺与你不一样 我所能包容的软件系统与你也不一样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总于等于另起炉灶了 你这个锅做饭你做的很好吃 你不让我吃 不吃了 咱们另外去造一个锅 我这个锅是造和你不一样 我这个锅和你不一样 我做的工艺与你也不一样 而且我最终要达到做的饭比你还好吃的程度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骨气朋友们 而这一套一套和它完全不一样 你看之前 啊 苹果用这个iOS 人家自己的操作系统 其他几乎都用安卓 后来安卓也对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这种杯葛 结果华为很争气 我用鸿蒙系统 而且鸿蒙系统现在独立于产生另外一个伤害 现在几乎有很多人呢 把自己的小米手机也就刷上了鸿蒙系统 的确鸿蒙系统使用出来非常之流畅 那很多人把自己的手机 当然高端一点手机刷上了鸿蒙系统了吧 升级了吧 用起来非常不错 我个人深有体会 因为用华为用了很多年了 这就是完全独立你自己的生态 你这种安卓系统很多漏洞 我用鸿蒙系统 你美国想去通过系统的方式来去窃灭我的东西 不可能了 你进不来 这是我自己的东西 所以朋友们 这就是为什么 官科区继统阿斯迈的CEO感到特别沮丧的原因所在 完全推倒重来了 而且技术更加先进 将直接直到花上巴尼亚的国一脚踢翻 谁能想到朋友们 谁能想到 有朝一日中国汽车会到德国去器官 而且踢得还非常成功 德国多厉害啊 德国汽车工业精密制造 特别有名 德国汽车性能非常之好 但是咱们中国可以携带另外一个赛道的电动车 到德国慕尼黑去踢管 而且踢得真的是 把老外都踢过来了 德国本土汽车的那些展馆 没有几个人 门可罗雀 中国这边是门庭若市 你看这一对比完全不一样 你帮我走这条路 我走我自己的路 而且我要超过你 你想一想 是不是如此 咱们中国将来逐步在美国及西方的打压之下 将会选择另外一条路来去超越你们 就比当时咱们中国搞清难研发一样 清难研发 包括苏联 包括美国对中国严格封锁 咱们想获得天言之语 完全不可能 没有办法 自己研发 最终在科学家渔民等人的领导之下 咱们研发出了自己的渔民故行 这种构性比西方更加先进 以至于现在 西方没有能力去维持清淡了 西方国家是没有清淡的 它有这个技术 但是它没有清淡 因为清淡 它的特殊供性 导致他们自己的养护成本非常之高 但咱们自己有渔民构性 咱们的养护成本很低 然负担得起 虽然传言中国 有全世界仅有的30枚清淡 咱们中国肯定是有 是不是30枚 我就不知道了 但咱们有 这是因为咱们自己的构型石为先进 脱离西方的技术研 独自研发的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中国科学院 用胡说话来说 是一群非常具有 加国勤快的一批 科学家们 有很多人 一生不为名不为例 就为了让中国 近代史上的屈辱 能够得到擦除 所以说他们是中国的伎俩 他们说的话 我们相信一定成 朋友们 大家发现没有 2027年 2030年 这种日期 朋友们 让中国人就更加振奋 2030年 我们的科学 取得大量突破 这是一个几乎铁定的事实 你因为中科院 在前几年 已经列出了 美国卡 中国脖子的很多清单 而且进行定点突破 你拿卡 我就在哪进行突破 我相信 到2030年左右 经过大概8到10年 中国应该都可以 我再次强调 咱们中国科研经费不缺 咱们中国如果要设备 咱们自己有 如果要软件 咱们自己可以编程 我有什么不能突破的 对不对 有钱 有技术 有人才 突破 只是因为你8到10年 足够了 对咱们中国来说 根本就不怕 而且到时候 我们会在另外一个赛道 实现对你的至少追评 或者实现超越 这就是中国科学家 2030年能够做到 到那个时候 美国想起来 中国脖子 不行咯 到2030年 我们的经济水平 极有可能 超越美国 现在咱们和美国 拉开一点差距 主要是因为人民币贬值 人民币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复苏 它一定会升值 如果升级到六的区间 甚至五的区间 那美国妥妥的被我们超越了 而且随你国家经济的不断恢复 升值是必然的 这是不可避免的 是不是 到2030年 我们估计已经完成了国家同意 所以2030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国家统一了 经济第一了 科技也第一了 军事人应该和美国并驾齐去了 那个时候美国还怎么来围堵中国 他只能说 大哥我们和好吧 然后美国甘愿去首先代表中国 围剿印度 那个情景 朋友们到时候会显得非常之滑稽 别看印度现在 非常的嚣张 就跟我上期节目当中说的一样 嚣张至极 但是最终围剿印度的 恰恰是现在帮助印度的 美利坚和合政国 我们就等着吧